那么这个是 我们神足通特别表现在身体的移动上 就是念头到了之后呢 他是带着这个身体 带着这个身体呢 能够飞升 那么我曾经说过 新竹有这么一位老师 高中老师 那么他在梦中一直梦到台湾的那奇来山上 有五位老比丘要他去 其中有一位头发留长长的 跟他讲 来 来啦 龙公台译 讲台语哦 叫他来 他不理他 梦了第三次终于去了 从那个埔里 埔里呢一下车 就有人弄了一台小车子 他载他说 你是不是谁谁谁老师 我说对哦 上车 上车就把他拉到某个地方 就叫他从这里进去 完全是 完全是天方夜谭 那这个人为什么 我没见过这个人 这个人是 大理 大理 一位妇产科医生 现在已经不做妇产科了 因为他也很神奇 他做了妇产科拿了好多小孩 当年拿小孩 一天拿一水桶 那一桶都给谁呢 我公开不能讲 公开不能讲 不过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这绝对是公开的秘密 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 私下我再告诉你 要收费 教外别传 公开不能讲 那么他就这样之后呢 最后要死了 总而言之 我可以告诉你 那些婴儿 那些婴儿 拿刀 拿枪 拿绳子 最后净乎拿手榴弹 要来把他弄死 那他跟他讲说 好 我从今而后改家庭科 已经中老年了 他还去改家庭科 他们一家子早年都 我是给他皈依的 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 这么说就读不来 就读不来 读不来就是读不来 他们一家 三小孩 两男一女 通通在爸爸的栽培 妈妈的栽培之下 要做医生 这么读 就是读不来 来跟我讲话 话还讲不清楚 到这种程度 那现在呢 在国外的某大医院 只要是国际的セミナー 就是国际会议 通通他代表出去 用英文讲 当年啊 坐在我眼前 跟我讲话 我心里想 这个小孩 这怎么能当医生啊 那个话语 搞不好还讲不清楚 你看 爸爸一改 家里一改 全部这么一改 改光了之后 这个小孩 一飞从天 整个医院 上上下下 全靠他 在对外做 对外做门面 不过呢 台湾不能荣寿他 台湾有台湾的 一定体制 人间像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权益 我们从这条路走过来 要按照这条路走 你不是这条路的 对不起 不能进来 这条系统不能进来 你当过医生的 你知道的 对不对 没正式读什么书 考怎么样 考怎么样 你在国外读的 不一定能考 他现在是 研究兼明医 兼学者 对不起 台湾这块肉 你吃不到 人间像 这个我也没有说 谁对谁错 人间就这样 可是西方有些国家 就不是这样 堂堂一个大学 他可以请一个专科生 一个小学毕业生 一个匠师 来这边教大学生 乃至教研究所 技术为上 我们的面包师 还要跑到新加坡 去读学位 我个人对学位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对他个人 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说 这连当年总统都出声音了 说这些人要留在台湾了 大家都知道 你说你的 你总统四年就要下台了 这个制度不能改变 他还乖乖去外国读 人家呢 开门健身 你来 考试都不用考 那他在台湾呢 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 就差这么大 诸位 没什么好怨的 我们去极乐世界 最棒的 阿弥陀佛 既不管你学历 也不管你经历 也不管你 什么呢 这个 这个 事例 什么都不管 哪怕你曾经犯过戒 你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念佛 照单全收 只要见得了阿弥陀佛 你保证毕业 不退转 不就保证毕业 是吧 我们讲 比照人间一项 嗯